说是这个车子是倒抢车 我花了三十万七千的钱 放在家里一个摆设 近日家在杭州的何女士 找到了记者寻求帮助 她声称自己花三十多万买的新车 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脏雾 而车行老板则装聋作哑 拒不退还也不给个说法 这让她十分难受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十万的新车怎么就变成了脏雾 记者接到了何女士的求助电话 就迅速来到了和何女士约定的地点 何女士一见到记者 就忍不住开始诉苦 今年六月 何女士因为工作换动 每天上班的路程变远 交通多有不便 为此何女士决定买一辆车 方便自己上下班 何女士在附近的几个车行 左挑右选 最后选中了一家当地知名的二手车行 车行老板告诉何女士 这辆崭新的沃尔沃S90便宜处理 只要三十万人民币就可以开走 何女士连忙上网 查询这辆车的价格 结果发现这款沃尔沃S90平均 需要花三十九万才能购买 最低价也要花三十五万人民币 车行老板给出的这个价格 简直是跳楼价 走过路过绝不能错过 何女士对这个价格心动不已 试驾的时候和女士又载载细细的检查了 所有的小细节地方 确实没有别人驾驶过的痕迹 这肯定是一辆新车 试驾结束后 何女士觉得这辆车性能不错 油耗低 底盘大 开车平稳 随后性格豪爽的和女士确认无误后 也就爽快的付款提车了 但付款签订合同的这个交易过程中 车行老板却拒绝签订正式的合同 只同意由车行拿出了一个车辆销售 按揭清单 当然给出什么理由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女士稀里糊涂 竟然答应了这个不合理的要求 据和女士表示 这家车行在当地开了很久了 自己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再加上这辆沃尔沃S90 也确实远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格 老板又一再坚持 也就放弃了挣扎 直接交钱走人 拿到车以后 和女士就把车开回家了 但试出反常必有妖 何况同时多见是反常 价格过低也就算了 老板还一再坚持不签合同 摆明了就是一个大坑 心大的和女士还傻乎乎地往下跳 聪明的猎手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贪小便宜吃大亏果不其然 贪小便宜的和女士 最终尝到了苦果 当时我买这个车的时候 告诉我是一个新车 6月9号辽宁公安找到了场口 把我的车子拦牢了 问我是不是车主 我说是的 你这个车子有问题的一个 你不能开 我说我是跟他们是正当买卖的 我怎么会出什么事情呢 他说这个车子是一个来路不明的 你也上不了路 也上不了牌的 和女士的新车还没有开几天 就被辽宁公安给拦下来了 辽宁公安直接告诉贺女士 这辆沃尔沃S90是一款问题车 上不了牌照的 闻听此言 贺女士十分惊讶 自己明明从车行 花了30万买的新车 怎么莫名其妙变成问题车了 贺女士赶忙到当地的车管所 查询这辆车的具体车辆信息 可是结果却让贺女士赶到五雷轰顶 车管所查询后发现 贺女士买的这款沃尔沃S90是一起 刑事案件的涉案物品 属于一辆到抢车 按法律来说是不能买卖的 即使贺女士想上车牌 也只会被当场扣下来 当然无牌车更不能上路了 一旦被抓 后果将非常严重 贺女士闻听此言是又急又怕 毕竟自己花了三十万 这不是一笔小钱 如今买的这辆车不能上路 这不就相当于 把三十万直接扔到水里了吗 更何况自己也不想莫名其妙的 被卷入一起刑事案件 贺女士直接找到了 卖给自己问题车的车行 想要把这辆车退掉 但车行老板却表示拒绝 这让贺女士气愤不已 贺女士认为车行应该负全部责任 车行低价出售这辆车 很明显是知道了这辆车辆的情况 但还是为了利益选择 故意隐瞒消费者 让自己当了冤大头 这已经触犯了消费者保护法了 恼羞成怒的和女士大声嚷嚷 眼看车行的生意被和女士影响了 车行老板勉强表示 要等到辽宁警方解决这个案子之后 再进行协商和女士原以为这件案子 应该等不了多久 竟然再次答应了车行老板不合理的诉求 不得不说和女士此时真是急过了头 都忘了法律的武器了 以欺诈手段做生意 只要有足够的证据 一告一个准 还能获巨额的法律赔偿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案子吗 一女士花了70万买了一辆宝马 结果上牌照的时候 被车管所发现 宝马原产轮胎被宝马4S店为了卖钱 偷偷换成了其他品牌的轮胎 这个女士自然就不服啊 直接找4S店鞋商 表示赔5万这件事就OK了 这个女士的要求很合理啊 毕竟4S店有错在先 但4S店店长态度蛮横地表示 只愿意把轮胎换回来 最多每年送几次免费保养 不同意的话爱去哪告去哪告 听到这么豪横的话 该女士也不妥协 直接请律师把4S店告上了法院 法院一审判决4S店 以欺诈的手段误导消费者 返还女士购车款70万 再加三倍赔偿 也就是210万 合计总共需要退还该女士280万 宝马4S店自然不服 提出上述 结果打脸的是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要小编说该 不出问题 你可以勉强坑别人一把 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收脸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简直是爽歪歪了 和女士被坑之后 选择了忍气吞声 一等就是四个月 结果案子还迟迟没有结案 无奈之下 和女士只能寻找记者 帮忙调解了 记者了解大概的经过 便很好奇 这款沃尔沃S90 到底牵扯了什么案子 记者不亏是明白人 一瞬间就找到了关键点 这么久了 和女士都不弄明白 到底是什么案子 记者联系到了辽宁警方 辽宁警方告诉记者 这款车涉及到的案子的 犯罪嫌疑人犯了诈骗罪 他先是找人贷款买车 收到钱后直接开溜 然后在跨省卖给别的厂家 就是两头都吃 整个案件清晰简单 车行老板被这个骗子坑了 估计以十几二十万这种 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辆车 发现是是雇车后 骗子已经脚底抹油溜了 于是车行老板 只能去坑下一个人了 不幸的是 和女士就是那个下一个人 了解事情经过后 和女士和记者又找打了车行 但老板一直拒绝接受调解 拒绝退还和女士的购车款 甚至到了后面 看到和女士和记者就直接关门 刚才我来的时候 他们人在的我出来 我看到他的 就在这个近的这几分钟的时候 看到我们在拍照什么 他看到了 故意关上门 其实这就类似于击鼓传花 总有一个人要拿到花 也就是总有一个人要倒霉 老板要同意退了 损失的就是自己了 问题的根源 其实还是在 骗子骗走的购车款 如果能追得回来 那就皆大欢喜了 但追不回来 就总有一个人 要为自己的贪婪买单 记者和和女士 数次都无功而返 只好咨询当地的律师 律师明确表示 像这种情况 和女士可以直接提交证据 起诉至法院 要求退车退款 甚至还可以要求 进行一定的赔偿 和女士欣然接受了 律师的说法 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